今天辽国记要带来看到的呢 就是日本的经济了 现在他们出现了出口成长 但是其实对他们的国内来说 其实却是苦哈哈 怎么说呢 我们先来看到日本的出口 再回为三个月 恢复了正成长 而且呢在9月份的表现还不错哦 年增4.3%是优于预期 主要还是跟日币现在真的太低了 所以增加他们出口的竞争力 但是呢 包括是贸易逆差的影响 让他们的规模达到了624亿的日元 但是现在他们出现了 这个薪资赶不上物价的上涨 也冲击他们国内的需求 而且他们现在食品出口 惨跌58%的原因是什么呢 主要还是跟核污水的关系 尤其对中国大陆的出口下滑 第一个还是中国大陆的经济 是放缓的对大陆的外销出现疲软 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核污水的情况 让中日紧张 还有日本的水产要出口 真的非常难 对大陆的食品出口 也因此重跌了85% 但如果你要去日本吃鰻鱼的话 哇 你这口袋要够深 其实我刚才看到我朋友去日本 他说他吃了一克的鰻鱼饭 竟然就要台币2000块 会不会觉得非常夸张呢 主要还是因为日本的鰻 现在价格水涨船高 在2010年的时候 他的价格每公斤大概只要2300块就有了 但是到了2023年 也就是今年的5月份的平均价格 可以看到价格已经是翻倍来到了5000多块日圆 为什么是越来越贵呢 主要还是跟通膨还有日圆贬值关系 有影响 再来就是现在你要补到这个鰻鱼苗 越来越难 所以很多都是仰赖进口 基本上三分之二的供应量 都从中国大陆或是台湾进口到日本去 也难怪鰻鱼会这么贵 但如果你今天想要吃大闸蟹的话 或许你壳包可以稍微的放轻松一点点 因为在今年大闸蟹盛产 价格自然往下掉 品尝鲜美滋味 大陆人爱吃大闸蟹 甚至过去在中秋送礼时 能端得出大闸蟹 算是种奢华象征 但现在成了评价美食 按摩之前最高的时候 收到37 现在收购价在30块钱 四摩之前我们收70块 现在收了44块 就是更接钱 全收了20多块钱 中秋节日一过 市面上大闸蟹价格就下跌 在广州水产批发市场 大闸蟹价格下跌两成 在南京的水产批发市场 降价幅度更大 接后直接砍半 在上海市场里 大陆各地大闸蟹 椅子排开放在地上塑胶箱里 比便宜 有的一只人民币10元 还有的人民币15元 换算台币百元不到 就买到两只蟹 平值一般的大闸蟹 开除抽低价 即便是好一点的六两宫蟹 人民币48元一只 半斤左右的母蟹也只要人民币35元 大闸蟹低价还出现滞销 主要是大闸蟹引来三年最大丰收 整体规格成熟度都比去年遇上干旱减产好很多 我相信现在全国各地的食客们都在期盼着我手中的阳城湖大闸蟹 那这一只呢就是今天清晨刚刚补牢上岸的一只母蟹 以最道地的阳城湖大闸蟹来说 今年养殖区域平均每亩产量比去年增长了30% 品质也大大提升 除了丰收因素 大陆现在许多地方都能养殖大闸蟹 连新疆也有大闸蟹 要在市场上保有竞争力 上海黄埔江大闸蟹走高端路线 比阳城湖大闸蟹更晚开补 黄埔江大闸蟹超过8两的巨无霸蟹 占总产量近一成 单只售价能超过人民币1000元 我们就是叫黄埔江大闸蟹 水源也好 然后我们加上我们这边的管理好 技术好 最最主要的是我们的种好 江海21号的种 上海花十年育成的江海21号品种 蟹脚长蟹翱明显较大 连防尾扣都不用帮 因为我们大长腿是通过我们六代多少年的选育出来 它这个纯度很高了 很多螃蟹是达不到我们这个标准的 长腿长这么高的比例的 冒充的话它不太可能了 过去品蟹忘记最怕仿冒 而今年有新诈骗手法就是砸蟹卡 民众收到来路不明的快递 打开一看是张蟹卡 接着扫上面的QR Code 加入微信群 就能获得一只大闸蟹 扫码验证领取大闸蟹 或者奖品这样的理由 吸引受害人扫码进入 他们预先设定好的这样一些群聊当中 再通过完成任务 去领取红包或者领取大闸蟹 从而引导转账实施诈骗 莫名其妙转账 却也没等到奖品大闸蟹 拿大闸蟹当诈骗诱饵 从过去的仿冒蟹扣 再到如今的假蟹卡 大闸蟹市场再度受损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再来持续看到韩国 南韩现在面临到 当然是生育率急速下降 如果再不改善的话 恐怕2050年南韩就会调出了 全球前15大经济体 所以现在当然政府要动起来解决这情况 那就进口这个或是开放外籍的移工 进到南韩市场领头 像是境外的移工签证发方上限提高到11万个 还有外籍的家庭帮佣其实也都是开放的 但社会风气还是需要改变 例如说其实在南韩社会还是比较排外的 很担心被抢了工作 而且也剥削所谓的外籍劳工 当然要解决人力胆缺的状况 恐怕还需要政策还有时间来做配套 但如果你今天想要留在国内玩的话 恐怕要特别注意到房价 现在清旅台北市的清旅 两个床位要15000多块 你买单吗 周末要到台北玩打开订房网站 差点没吓坏 周六入住一个晚上两张床 竟然要价15000多元 让当事人直呼想一想还是出国好了 到底有谁愿意睡两个床位 就要花1万多 青年旅馆就是主打经济实惠 不过在台北车站附近这间青年旅馆 这周末的入住价格是让民众看傻眼 1万我太扯了吧 通常都是那种评价然后就是最便宜 CP值最高的那种 就是那种 就是只要不是公园那些 我只要有的住就 有的地方睡就好了 太贵了 因为我觉得它应该就是很方便入住 然后可能就是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 可以稍微休息这样 其实10月28号29号周末附近刚好有游行活动 不少旅店都一房难求 房价也会比一般平日来得高 但也有人说这状况是已经卖完开高价打广告 不过也被质疑根本是负面广告 强调就算旅客预定还是会退款 而专家表示一般青年旅馆大约800到1000元不等 这一间青年旅馆一般平日价也大约在1500元以内 而北市官船局接获通知也已经开始了解 是否有违规行为 TVBS的徐坤山众生台北采访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